大家好,我是小悠,今天继续带来日本恐怖漫画《我死前的百物语》 据说只要降弯了一百个怪谈,就能遇见真正的鬼怪 这天,Yuma有些坐立不安,因为她总感觉那个警察会突然闯进来 焦虑一会儿后,Yuma就开始讲述第49个恐怖故事了 剧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里经常会听到一声剧响 而且这声音貌似是在学校正门附近传出来的 不过那里什么都没有,所以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 时间回到一个星期前,田中来到了学校的天台 因为他太痛苦了,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所以他要结束这一切,现在只要向前走一步就能实现了 如果退回去的话,就要重新面对那些人了 而且田中之所以选择这条路,也是想让那些人感受一下自己的绝望和痛苦 让他们永远活在累疚和自责中 随着轰的一声,田中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裂开了 呼吸也是越来越急促 没错,田中已经断气了 不过田中还不想离开这里 于是他努力祈祷,让神明将自己留在这里,不要带自己走 因为他还想看看那些人最后的反应 一天后,班主任给同学们开了一场班会,顺便祭奠一下田中同学 此时,田中的鬼魂就在教室里 看到班主任和同学们低着头给自己默哀 田中心里有些得意,就是这个效果 你们快哭吧,快道歉吧,为自己犯下的过错而忏悔吧 默哀几分钟后,班主任就开始说话了 田中同学是个单纯的人,他也是这个班级的开心果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对不对?虽然我们很难过,也很舍不得 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一起携手跨越这个悲剧 班主任说完后,台下的同学们也开始抒发自己的情绪了 一个分头哥垂着桌子喊道 可恶,为什么?你有什么烦恼可以和我说啊? 然后,另外几个同学也都捂着脸喊道 田中好可怜,好想再见他一面 此时对田中非常气愤 因为这几个同学正是田中所讨厌的那几个人 生前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田中当做好朋友 甚至还打骂过田中 现在田中死了,却假惺惺的说这些话 难道不怕爱哪一批? 就在这时,田中的父母来了 他们是过来娶田中的遗物的 见父母来了,田中激动的喊道 快点骂这个班主任,让他陪你们的孩子啊 我之前不是经常在你们面前说这个班主任有多差劲吗? 然而父母的态度让田中大跌眼镜 他们毕恭毕敬地向班主任鞠了一躬 不好意思,给老师和同学们添麻烦了 真的很抱歉 看到父母这个样子,田中简直开始怀疑人生了 不对,自己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难道真的是自己错了吗? 我像所有能控诉的地方都控诉了 也留下了证据和举报信 但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吗? 或者说我的司法不对,无法震撒到他们 这一刻,田中比生前还要绝望 好像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 于是田中再次来到了天台 他打算用一次次的撞击来提醒他们 如果撞击声音不够大的话 就要表现得更加痛苦,更加血肉横飞 可是从天台跳下来几十次后 班主任和同学们依旧没有太大反应 大家似乎已经将田中给遗忘了 只是觉得大门口的那声巨响好吵好烦人 即便田中已经死了数百次 第49个恐怖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优马讲完这个故事后 她也听到了一声巨响 拉开窗帘,优马朝下面看了看 貌似什么都没有 难道听错了吗 就在优马返回桌子面前时 一只手出现了窗户外面 那只手是警察的吗 难道说她打算放窗户进来吗 小优漫话,下次再见 我会看到这里的那些地方就会打算放手迹 我想看下一个小优马返回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